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告黑事件引热议 网络谣言恶梗制造背后到底隐藏什么 王一博告黑造谣其中一个人结果终于出来了 除了赔偿外还要连续15天公开向他道歉并登报道歉 据说该被告还是个准备当教师的人 这种热爱网上造谣传谣之人真做了教师 教师天团事件是否又再次重演 纵观王一博告的直黑有几点让人好奇 被告者们有自称高中一个大学刚毕业 区区一两万都赔不起 却能请得起知名律所知名律师 要知道知名律师价钱可不便宜啊 谁替王一博黑粉请的知名辩护律师呢 王一博这几年某些卑劣背后 还有人对他搞小动作 造谣抹黑没停过 为了黑他可是无所不用其极 简直比真还转 手段你仿佛看到啥叠战大片 大家可以看同一个自媒体作者 可以歪曲事实扣锅给王一博的同时 给他人写上赞美文 其实安利赞美无可厚非 但同一个作者却故意造谣从来没发生的事实 然后指挥自己的自媒体号 同时模糊非官方号是官方号 能有这种能力以后团队 所以是有哪个团队进行完这类舆论 这件事也让我们思考了一下 网络暴力真是个大问题啊 而那批为了利而那些人到底受哪些指示 他们是否收到某些势力保护 这几点非常让人深思 不仅在网络上对他进行造谣 故意让他的名誉受损 而对比其他艺人公司积极维权的情况 王一博的公司月华娱乐大多处于选择沉默 这跟王一博合约期并不长 他更着重个人能力提升 和月华公司的理念不一致 所以公司放任 毕竟该公司面对唯一低解维权 十分积极和速度 王一博维权速度就显得缓慢许多 但这也并不是造谣者造谣的理由 这次这位被告好像签名还写着被考 这位山东的交资考生资料 为本人自己说出来 跟着团队指使的大粉传播消息 这批大粉能联系上团队的大粉 大多收到团队保护 虽然这次估计还是有人兜底 但现实对于自身的影响和下一位还会不会 那就不好说 毕竟之前涉及的传播其他人谣言也被依法处置 总的来说 王一博这次告黑事件我们除了看到了网络造谣暴力的危害外 竟然从中可以看到有某些给这些人张开了保护伞 某些团队利用粉丝和直黑造谣 抹黑他人引导群体这种无底线行为是可耻的 值得谴责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